大家好 今天是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 欢迎您收看纽交所美股报道 我是赵冰晶 周三美国股市继续震荡攀升 投资人的信心依旧是非常的脆弱 市场各个方面的消息 非常容易左右华尔街的情绪 早盘时 收到油价复苏的体证 倒指跳涨150点 能源板块涨于1.5% 领涨标普白指数 上午10点左右 标普白指数是一度冲击了2000点的整数关口 而在随后上午10点半左右 一份数据是改变了股市的风向 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 上周原油库存是增加了310万桶 增幅远远大于预期的175万桶 这个消息是给了油市巨大的打击 原油期货的价格随即掉头转跌 带动股指是直线下降 一度油率转红 科技以及消费者非必需品板块成压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四巨头 也就是所谓的放股票 Facebook Amazon Netflix 以及Google都是处于弱势当中 苹果公司也是表现不佳 而此外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集团的财报 突然出现了滑铁炉 股价重挫了18% 拖累了整个残饮板块下滑 三大指数是在中午时段 进行了短暂的震荡整理之后 午后再度发起了向上的攻击 医药板块的上涨是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生物制药板块的ETF IBB是低开高走 早间时段曾经下探1% 午后是转为上涨3% 目前标普500是小幅地 突破了50天的均线之后 承压回落 短期来看 市场仍然是难以大幅地向上突破 截止收盘 道琼斯工运平均指数上涨122.10点 报16912.29点 涨幅是0.73% 标普500指数上涨15.91点 报1995.83点 涨幅是0.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2.79点 报4791.15点 涨幅是0.9% 本交易日 纽交所成交了11.6亿股 纳斯达克在所成交了19.5亿股 交易量大于平均水平 今天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份 前三名分别是 Furport McMaroon 巴西石油和通用电器 纳斯达克在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 前三名分别是 PMCS 苹果和Series XM 我们来关注百胜集团的消息 旗下拥有肯德基 必胜客的餐饮巨头百胜集团 公布了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 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除了总营收和美股收益 均是低于预期之外 华尔街再度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中国是百胜最大的市场 但是上一季度的营收增长 是仅为2% 远远不及预期的9.6%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 显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行业当中 当然也不排除 中国当地餐饮业竞争的加剧 那么面对艰难的形势 百胜将全年的盈利预测 下调了10% 受此影响 百胜的股价暴跌了18% 爆美股68美元 而百胜的倒下 也是给了整个餐饮板块 一个下马威 麦当劳 Panero Bread 以及餐饮新星Sikshak 都是处于下跌的趋势当中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百胜的股价 在过去的两年之内 百胜一直是投资人的心头好 而今天的暴跌 是将过去两年的涨幅 全部回吐了 对此投行却是认为 市场有一些反应过度 机构Stival将百胜的目标股价 从110美元下调至了100美元 但是维持了买入的评级 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到GoPro公司 今天GoPro的目标股价 是被投行 Morgan Stanley腰斩了近一半 由于GoPro的新产品销售不如预期 分析师也认为GoPro在软体技术上的进步 更不上竞争对手 而此外 iPhone等智能型手机的技术 也是日趋成熟 因此 Morgan Stanley是将GoPro的目标股价 从每股62美元 被大幅下调至了每股35美元 消息一出 GoPro的股价是下跌了6% 报每股28美元 来自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沃人王先生表示 今天原由库存的数据打击了股市 股指冲高回落 除了技术上遇到阻力点之外 MARCH的主要成分股表现不佳 也是一个原因 沃人表明 看到了市场上比较积极正面的因素 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确认 是否已经到了接待欢喜的圣诞行情 请大家密切留意我们的分析 明天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中国以及英国的动向 在经历了五天的国庆假期之后 中国股市将会于今晚重新开盘 上证指出的情况将会直接为明天 美国股市的早盘情况奠定基调 而另外英格兰银行将会于 10月8日早上7点公布利率的消息 这将会对联储是否加息做出影响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